Hello 大家好 我是信譽車行 今年公祝各位生意興奴 馬到功成 代表信譽車行公祝司機 騎上騎落 身體健康 乘客平安安 出入平安 恭喜恭喜 Hello 我是Naomi 祝各位艇路秉團的觀眾 身體健康 財源滾滾來 套年享大溫 各位司機大哥 你好 我是比亞迪Karenz 負責提比亞迪的士售後維修 祝各位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一路一路找多些 各位司機大哥好 我是比亞迪電動的士代理的迪郎 我祝各位司機大哥套年行大運 出入平安 豬龍入水 多謝多謝 恭喜恭喜 1月26日的套年大年初五的去白艇路兵團 繼續林九 阿Sam 好啦 今天初五呢 其實初五 今年是不是銀行放到初五 不是 放到初四 今天應該是 開門 開門 銀行開門 很多寫字樓有機會都是開工的 尤其是大行的 但是通常回家是拍利是 拍利是 拍利是 以前我們做廠都是跟回南嶺 都是跟回 沒那麼早的 是 初七 初八嗎 今年是初九 今年是初九 今天是星期四 其實開工就是開工 沒什麼的 大家不用初四 初五的 初五回來 整個星期我們都要講一下 我們本行的事情 如果不是會被人罵 剛剛在虎年年尾發生了一件事 真是苦 真是苦 是苦老的苦 究竟是怎樣的環境 而這麼多事情想 不是複雜了一點 我們看看以下的片段 給大家更多的 沒關係 我看我可以看 safety 沒什麼 沒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究竟是否真的蛇吞象呢? 当然不是吞下去了 我们看到了,再简单讲一句 当时回旋处,据我所知回旋处 其实呢,这些旧式的回旋处,而且这么小的回旋处 其实很纯粹,我会觉得是主要靠什么呢? 除了法例和回旋处的守质 再加上自己的司机的操守 我会觉得 以及路面的情况是不一定的 是的 是的 那好了 那巴士,说真的,他要这样咬法 我们叫做要这样转向,走外圈 首先是肯定的,好吗? 那好了,你要看回旋处,重点就是回旋处是小的 是的 那好了,再说有时候,五国湖泉处有时候的90度弯 最常都说,找食车在哪里 洗衣街,转出去雅加侯街 又或者这个太子道转到洗衣街 转到洗衣街 那时候经常说,你跟着那条线 一般巴士司机都会准备是拿左翼线的 但是有些是这样的,九哥 有些司机,或者是有些不是银回食车的司机 他停正红绿灯,就停了 你这个巴士佬怎么搞错啊? 为什么要集中那条线呢? 他不知道巴士,好像我们所说的 他要偷偷位 逢亲大车也是 尤其是,万一不能够左翼线 在左翼线那里,发眼尾的 那你在左翼线又要转回那时 要不然你会比他快 他又不可以说自己开心自己 要不然你会比他快 要不然你跟他平排 平排呢,你一分钟你会把头也好 或者神龙摆尾摆到你也好 是 是 好,看看刚才的片段 很明显他买的回传书 是集了一条线的 他需要两条线 那你的的士司机是知道的 但是他也有这个时间停得到 或者是停了一路 让巴士先过去的 那巴士司机呢 车长就已经是做足了 他知道自己有机会 是会熬了两条线 他已经打了灯 告诉我,是入回旋处的 不是在第一个出口出的 正路啊,他做了所有的事 是,做了的了 而他的的士司机 我们相信他是看到的 一定看到的 对不对? 他也是盡量在出回旋处那一刻 盡量修正的 我看到的 甚至在回旋处的虚线之前 他也盡量修正 入回他的左一线 自己是在自己的线上 但是你 的士司机 第一 而且巴士司机 其实有意图是 等你 不能爬他 就这样闪一闪 但是你的的士司机 不是 首先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要摄出去的 这是我只不过说交通的路面 情况 我们首先说 当时的情况 去到真的要接触那一刻 那大家停车 你说 看伤势 很多人 光看伤势 我就觉得 的士司机 是虧却的 对不对? 你车头 人家都是腰 对不对? 他都是奔靶 一定是沙板那些 是的 就这样看 以前没有车cam 光看伤势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像法医官 对不对? 好了 现在还有巡来影片 你问我 的士司机 我不敢说 巴士路都输了 巴士司机都输了 但是的士司机 赢面也不高 是的 不是一年左右 对不对? 是的 好了 所以 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 汇算处 出了去 或者拿哪条线 内圈和外圈 不是你全大 不是说那条线 你是中环无敌的 是 我限制 我限制就对了 不一定的 是的 因为汇算处的精神里面 和法例里面 你必须留意 左右随时有车出来 或者 路口入车 也会在旁边 旁边 左边 有机会 人家要选择出 是吧? 当然 如果你是有优先那条线 你当然要先走 是吧? 你喜欢让人都可以 是吧? 你整半天都是这样 是的 如果不行 就应该在 人家優先的情况下 你跟着之后 你才会转出去的 譬如我说 内圈 它转到九点位 那样的说法 但如果不行 不好意思 我日四这么说 再来吧 没办法 但是现在的回旋处 複雜了很多 譬如一些叫螺旋珠 新的回旋珠 甚至有些是有箭嘴的 你必须在这个出口出 或者只可以 入回旋处 是吧? 又或者两面都可以 有些 入回旋处又可以 继续 或者要出也有的 所以你必须留意 不是说你走一条线 我看着 我要去那个 12点位我就可以 不是的 你亦都在回旋处里面 需要 提醒大家 需要两边的车辆 或者就近的车 行车线那边 旁边行车线 你必须留意 那个司机 那个去向 那个动态 那个车 怎样来 是的 尽量可以让 即使你说優先 我可以優先 那为什么不行 那是可以的 那就出这些意外 那你就麻烦到 但是你要明白 以跟着 刚才那条片来说 你上到法庭 或者车 你明知 你可以避免意外 而你 硬来 所以我就说 的士司机 不一定是赢面膏 就是这样的 因为法庭就很有趣 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 是啊 你有可以避免这个交通以外 没错了 那巴士不是从天而来 跌下来 法官大人 他的巴士上面跌下来 我怎么避 可能避不了 但是他有足够的时间 以及车线 看到巴士 刚才好像九哥说的 做足了所有东西 打了灯 准备是 是压着你这条线 而去过的 而你应该是 以理解 是收到的车 避免这个交通以外 还要提醒大家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你是有义务 避免意外 再说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 要提醒大家 路面 你是有义务 必须要避免交通以外 而你说 不能一个阶口 说那条线是我的 那条线真的是你的吗 大哥 哈哈哈 不要挖着你的名字 下次我吉士 你会想想说 喂 你条线要不要给我 就很简单 比如有些巴士专线 你和巴士司机 比如发行工作 右面巴士司司机 一定都赢了 是啊 他骑着巴士专线 是吧 是啊 不是啊 就是这样 是啊 不一定的嘛 好了 那我们再说一些 可能我们再谈一下吧 幕后 就是后期 做后期的这个巴士友 我觉得 你就很 是 我就觉得的士司机 也是有他的问题 但是 就未必好像你所说 好像说到 对此碰瓷 撞车党那些 嗯 我觉得 嗯 一单意外 就是意外 你说 要不要想着 好像这个是撞车党 他还说过肥链 不是 什么肥链好过 什么肥链好过 跟着呢 其实有些comment 有些客观 中肯一点的朋友 他都说 你坐什么车 巴士啊 找什么吃啊 找什么吃啊 不是 人家整个团队 那些律师 就算当你输 我告诉你 你都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巴士公司 真的有公正罕 有成果 真的和你计 哇 你弄一架 你弄了二十万 嗯 你这是什么泵把 不是 你这是什么 不如我给巴士泵把 你上中心 我来和你弄 是啊 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巴士那些 还有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始终是小怒保 战底啊 万一输了 怎么办 是啊 是啊 是吧 而且我相信 如果 其实还有巴士是可以和解的 巴士也是可以和解的 有 有的 但是 那车主 又怎么想呢 哇 大哥 又要报保险公司 明年 就算自己对 都要加 是啊 是吧 你不要想着 其实现在就是 开的士呢 就是想提提回师兄 就是提外华 我九哥觉得对 你不是说 我完全对 我什么都不用理 不用想 其实不是的 又烦到 又是那些保险公司 那这一段呢 我觉得呢 如果车主稳定 他都要报保险的 万一真的要 一定要 你赢了 但是说实话 他真的未见官才打三十了 那个师兄呢 又要放下箭底 是啊 最少疲患了 不止 不止 那车主明年 就已经是 把保单未到 已经跪了 是啊 是啊 就算你都適合 都会提给大家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样来打算呢 我就看未必了 嗯 是吧 那希望啦 一些朋友啦 就是花生友啦 我觉得 说话公道一点啦 就是我们去 评一下这件事 或者去理解这件事 我们不是说 说哪个对 哪个不对 是的 就是大家 就是驾驭食车 如果是这样 搞到大家麻烦 大家驭食的 时间是今次来的 会不会搞到这样呢 是啊 不过当然啦 就是我绝对 很好肯定和大家说的 是有这些 那些司机撞车 有 但是我们就 以上那条片 我就觉得 就不多次的 你问我就 都是那条 我都觉得是 那司机不知做什么 是吧 愚蠢的 还有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帮我们行家 是的 而是我觉得有时候 有些未肯定的 就不要 不要乱那么 灵抹人家 嗯 是啊 就是 嗯 有些是很明显 就没得好说 但是每次呢 撞到的士 哎呀 又要乱吃了 哎呀 又要乱吃了 哎呀 所以有时候看到 就是中狠一点啦 是啊 有些车主看到又害怕 有些保险公司看到又 又来 又来 天天都来的 是啊 不是小老保 大老保 因为你畜意嘛 大哥 不小心我就 我就可以理解 是啊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好了 好了 那么继续我们呢 以下的节目呢 就是我们《创游记》第二篇 嗯 第二集 嗯 那么继续呢 大家看到我很兴奋 去到和咸瑟邦 那么 那么 接着 这个呢 这集应该是个专访啦 那么有个高人 高人是什么呢 陈生 陈生呢 就是 大家可以听到他访问呢 哇 他真是滔滔不絕 是 真的要杂住啊 不要说 不要说笑 五集真的不行 说到现在 好了 还在继续说 那么 希望大家可以 听一下他 或者我们 一脱的朋友 可能会有共鸣啦 哇 我们这些年纪 我们不要说大年纪 这些年纪 这些年纪 特别对这些东西 真的 吸了精 是啊 是啊 如果给一本《龙虎》 什么给你看 你看这些 还是看一本 好东西 如果真是说 优先我真的看玩具 因为我的年纪 我也是这样说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过了那个 就是那个青春期啊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说你不行 正意思是直的 是的 我们是直的 不要以为我们 脚转了 不是 乖乖乖乖 就是我们通常看这些 就是怀旧这些东西 是啊 都说是很开心 因为那个人 就立刻都缺了 哇 真的想起以前那些 是吧 为了合模型 怎样省钱 不吃早餐 是啊 不要说是无形 我们存贴纸 你有没有存过啊 有有有 三一万能盒 鐵甲万能盒 哇 那些变形金刚那些 还有啊 以前买玩具呢 你有钱呢 不吃早餐 下午吃便宜些 你省下午吃便宜了 你买过客人是很开心 但是死了 还有个难题解决了 什么难题啊 你怎样拿回家呢 那倒是 又要收起 免得被老爸老母见到 又打 又来 又来 是呀 想这件事 但是现在这样啊 现在所有的老公呢 买些 什么高达的又要收起 又要收起的啊 又要收起的啊 我为什么现在老婆 好像妈妈那样啊 喂 你把这些东西回来 是 是 其实有个被忌的 可以等老婆 不要那样刺 不要刺得那么厉害的 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完了 第二部分都继续有的 记得大家不要走啊 咳咳咳 抱歉 马上起谈了 OK 接负诚客再见 拜拜 事业界近四分一世纪的 创纪车行 处事工程 车队管理優良 凡事责任行先 尽心培训新手司机 如果你都想加入的事业界 创纪车行是你不易之选 我 林九 诚意推介 创纪大家庭 随时欢迎你 司机麻烦去 你不是 是 招职哥你不是去欠坐管 干吗 炸的士 炸的士 时间又弹性 又找到 又不用怕被人抓 又不用打打杀杀 拿着这张卡片 这家东西一条龙搞定了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 可以打24488805 找香港专业车行了解一下 也可以上这个网址 那就看到一清二楚 所以今天acer行與多 都可以超值 都可以打出超合金 这家酒店主要令我们感觉 但我不敢埋伤 有時候覺得這些珍藏很貴 當然他也有新的東西 陳先生 我經常見到他在店舖 記得他原本在上面 陳先生我想問問你 今天我們見到的人流比以往真的差一距 甚至可以說是另類一點 整個商場來說 那對你的生意有沒有影響疫情 一定有 自從政治運動開始都差了 誰敢走這裡 外面不斷扔油彈 這裏首當其妻 十字路口,撥鬧交通單 疫情前是好一點,街客比較多 現在不是沒有街客比較少 有沒有遊客呢 公關呢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問題 所以生意是不及以前的 正式來說是不及以前的 值很多 據我所知,你的課源在哪裡來的 一定有本 那好啦,爆疫啦 那拿貨有沒有困難了 郵寄啦 郵寄 郵寄過來 有些客人寄賣都有的 都有 寄賣都有的 有些客人寄賣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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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歷史價值 有的 還有美術設計是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是 膠的味道 是 設計的味道 是 歷史性的代表性 哇,這幾樣東西 歷史性代表性 歷史性最重要 所以很廣告是當時物這件事 日本都是玩這些收藏 當時物是很重要的 當時物? 當時物很重要 現行品就是現行品 雖然你是有做的 但是是新的 就是炒冷凡 你和今天炒冷凡的 版權的再生品 都是很漂亮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不及當時出的那種味道 為甚麼人們要玩舊巴士 舊飛機 只是新造而已 但是舊巴士當時 沒有出那麼仔細 那麼漂亮 紅頭 就因為他要玩那個集體回憶 那個味道 是,集體回憶 那個味道 玩舊的感情 其實你這裡應該都 我每次見親 有些粉絲跟你聊聊天 大家圍著來看 我又想問一件事 這裡 我覺得每件都是無價寶 你問我 我覺得 哪一件貨 是你曾經拜過最貴的呢 曾經拜過最貴? SENX廠的卡拉蒙怪獸 1966年 SENX廠的卡拉蒙怪獸 即是1966年的? 大比我 大比我 就是PVC人形 是 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嗎 其實呢 真的很有趣的 有些不懂得玩 就以為好像Q版一樣 哪個電腦騎入 你不覺得好像 現在這些小朋友 都是Q版的 但當時他是這樣的 這隻新的 張那隻 張那隻 曾田屋那隻的 發聲公仔 香港人將它放大了 變成店頭品那麼大 他都很有衣服 做得很漂亮 不如停產後都沒有了 限量生產也不多 那我問一下 比如電腦騎合 什麼價錢呢 這隻沒有 我打算自己玩 沒有價錢 我懂 我懂貨 你真的懂 我懂貨 我懂貨 當然 陳先生 他都會進一些新的樓 新超人 沒錯 有新有舊 其實不錯的 擺出來有那種感覺 雖然沒有信號燈 新超人是新的 但他很有感覺 擺在那裡很漂亮 所以擺在那裡做就點住 那我又有挑戰一下 我看到那個是V3嗎 V3頭盔 V3頭盔 有什麼價錢 三千兩元 三千兩元 真的可以戴下去 戴下去 穿燈 是不是穿燈 是啊 他前後蓋 可以夾了頭 一定戴下去 前後夾 在西瓜 一抹兩邊夾起來 三千兩元 朋友寄上 是多久之前的 這隻不太久 因為日本不准做 一定是泰國那邊做 他不說哪裡做 是 買回來在日本 但是估計他是泰國做的 因為泰國很喜歡做這些頭盔 哦 他正式來說 日本東映公司是不讓你做的 要拿到版權 而且你不可以隨便做 他的頭盔做出來 你只想他做給你的 而且一定很貴 一定是 你不用想 會幾千元買到 因為你買一個 這麼小的二分一 那時候已經出了一千多元 這麼小的一千多元 現在是幾千元一個 但我看到一個 戴不到 我看到一件事 我想現在這件 還有沒有 中國超人 中國超人的主角 你知道是誰嗎 真的 李秀賢 沒錯 沒錯 這個很棒 唯一叫做香港的變身英雄 他也可以變大 會的 你跟超人家一樣 我可以變大變小 很棒 不過可惜沒有第二集 如果第二集就更加好 據我看資料所知 他當時是做了電單車給他的 電單車 但沒有出過場 沒有用到 比較可惜 那最後出的廠在哪裏呢 這個廠 這個廠是香港的廠 對呀 應該就是 現在停產了 是嗎 他之後做過會場限定 做了黑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紅色 圓色 香港 最具代表性 唯一一個 聽聞說 據傳說 當時 邵氏上映的時候 是做那一隻 家公仔 坊間 沒有拉筍的 但沒見過 這是聽說的 那一隻超刊 但沒見過 我以前也見過一粒 擦翅膠 都是 當年沒什麼玩具 可以買到 中國超人 真的 因為他這套電影 反而在香港 就不太能收到 不是 很賣 他曾經在邵氏院市 拍完之後 隔了多久 半年後 再重新上映 收到 都賣了 他賣了兩次廣告 在電視台 坐輕氣球 喝六寶 六寶贊助 不過那時候 應該是四十幾年前 1970幾年 五十幾年 四十幾年 四十幾年 我都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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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7年的時候 而且這套衣服 是東寶做給他的 不是你自己做的 哦 所有掛人衣服都是東寶做給他的 哦 就是要跟那邊合作 是的 因為他 他邵氏似乎跟這個 我了解過 應該 邵氏的特色部分 還有很多東西都在東寶跟合作 哦 因為東寶是一間很出名的電影公司 第一大電影公司 是的 他做的特色是 Number One 以前啦 現在做很多東西都很漂亮 但當時是他做的最漂亮 衣服之類的 因為他跟Yan谷公司都是掛勾的 你看到超人公司做這些 道具都很漂亮 哦 那時候就算星星王做這些樓 原來是東寶公司來香港 是東寶公司來香港 搭過灣仔景假樓 被星星王踩爛爛 哦 那時候跟著他的 所以中國的超人 你看到他的水準 雖然超人挺搞笑的 問心說一句 但是他的製作 他真的跟著日本的特殊 好差不差 哇 今天要看到了 其實如果你要說 那真的不行 真的 別說每個都說 每一飯都說 兩天都說不 可以說一些點 你問哪些 大哥 通常都是 你主要跟我口味 就是鹹蛋超雲 還有拉打 你主要這兩個主持人 你最強兩大Hero 就是巨大Hero 等身英國就是Carmen Rider 有分線 有電光科學人 或者其他銀面飛盒 雷電盒 等身Hero 就有電腦機合 閃電超人 形式K Kili Clark 十方三天 最大主線就是Carmen Rider 和超人 是啊 到現在他們兩個都 每年 就是每一代一代 不停地有 是嗎 就在前面停下來 喂 不是吧 我只欠Uber而已 就是 习Uber全世界都沒事 香港呢 出事 好 浩俊車行 有甚麼幫到你 我們這裏自設車房 我們這裏自設車房 全日支援 車身維修 機件保養 代客收租 的士管理 效率保證 技工認可 好 沒問題 待會見 土瓜環 上香道 35號B 2773 6766 浩俊車行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 立刻按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 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 YO